出现秋明偷金书 被自己的侍卫抓个正正 而住持和物外法师早就看穿了一切 却并没有明说 只是问秋明有没有这回事 然而秋明竟然没有为自己辩解 有 这让将军很得意 说要是在外面直接让护卫抓了判刑 但是在寺内就让住持自行处理吧 主持随后分别问了大师兄和二师兄 该怎么处置秋明 这两人为了争夺住持的位置 拿到金书交给各自身后的人 都说要将秋明逐出师门 随后师父问三师弟该怎么办 三师弟居然说要重罚 这时卢元外问为什么 不重罚 王将军和张指挥的气难笑 住持和物外法师会心一笑 这时明眼人都看出秋明是被冤枉的 然而住持还是将秋明 吊在藏经楼上暴散 可到了晚上 将军却想让护卫去将秋明杀了 而护卫知道住持已经看出一切 劝将军去为秋明求情 顺便结个善缘 将军